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空中主日崇拜节目 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和您所制作的 让我们存着敬畏和感恩的心 一起敬拜这位三位一族的真神 All praise for him who� Azhaba His majesty Supreme Who gave thisamar for men to die And he might be redeem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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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这是个至高的名 圣洁的名 为大的名 现在从诗歌 我们再唱一首歌 六十四 hymn number 64 number 64 你们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红色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祂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 祂对我们说的话永不改变 祂从应许的都要实现 祂真是可靠 祂从十字歌八十二 现在我们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He hides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ressure I see He hides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of my thirsty land He hides my life in the dead of His love And God let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And God lets me there with His hands 奇妙的救助就是耶稣我主 他将我的蛇丹过去 扶持帮手我生活 不自动有 那是我的愿即所需 他曾我灵魂在何时都选你 主感和质地的音笔 他曾我选你在何等随意 用他牵手来服侍 用他牵手来服侍 在何时都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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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你在何时都选你 在何时都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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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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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一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一天,以色列人开始跟随耶和华的引领到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 在那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神就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以色列人本来要经过弗利士人的境内,进到迦南地。 但如果经过弗利士人的地方,以色列人就必须打仗,所以神带领他们绕道走旷野的路。 一直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大山谷。 前面是红海。 左边是弗利士人的大山脉。 右边是弗利士人的大山脉。 法老听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往这条路。 他就说,我们的机会来了。 因为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到一个进退不得的地方。 。 他立刻下达命令。 叫埃及的军兵追赶以色列人。 。 法老自己也预备吃量一起去。 他们终于在以色列人安营对面的地方追上了以色列人。 。 避色列人看到埃及的军兵追上来非常地慌张。 比色列人看到埃及的军兵追上来非常地慌张。 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埃及的追兵。 两边是高大的山脉 他们意识到不是死在红海里面 就是被埃及军兵抓回去 他百姓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在埃及地做奴隶呢 难道在埃及没有地方埋葬我们做我们的坟墓吗 我们为什么必须来埋葬这旷野的山谷之中 摩西你是大错特错了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跟你来就好 我们在埃及做奴隶比死在这里更好 听到百姓这样的愤怒跟抱怨 就在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摩西发出了信心的宣言 他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增长 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摩西讲完这些话就到神面前去祷告 但是神对摩西说 摩西现在不是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带领百姓奋力前进的时候 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当你们走到海边的时候 你要举起手中的站 另外一只手指向红海 因为我要将红海的水分开 我要在大海当中开道路 使我的百姓走干地过红海 摩西知道了神的计划 就回到百姓当中去 神为他们行了三个神迹 第一 神使到云柱转移到埃及人的当中 第一 神使到海开出一条道路 第一 神用强劲的东风使到海开出一条道路 第一 神使到海开出一条道路 第二 以色列人因此急速地上路 过到红海的另外一边去 第三 以色列人都过了红海 神才将云雾从埃及人当中挪开 埃及人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在彼岸 自大战腾了 他们也下到红海去 他们要把以色列人抓回来 当埃及的军兵都下到红海的时候 神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葬 摩西就照着做 神就使到水回流 摩西就照着做 神就使到水回流 摩西就照着做 神就使到水回流 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所讲的是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的经过 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 这是一个不能够忘记的历史事实 我们要从这个经历学习五个功课 第一个功课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彰显能力 也在外办的国度彰显他的能力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彰显能力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得重药 也在外办的国度得着重药 之前摩西对法老说 请你将以色列人到宽野去敬拜耶和华 法老骄骄的说 耶和华是谁 我为什么要顺服他 我不证实他 我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因此神给法老很多的机会 认识耶和华 而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在第四节 第十八节 神两次说同样的话 我要在法老和他全今身上得重药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但这一句话是一句审判的话 因为法老用尽了神给他的恩典 法老没有向神悔改 今天很多人像当年的法老 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 凭着刚硬不悔改的心 他们为自己继续愤怒 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帝兄姐妹 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以色列人应心 应嘴 应景象 用尽了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今天我们要小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走转 要谦卑 要悔改 第二个功课 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神的带领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神就用云柱 火柱 引领他们 他们虽然进到进退不得的红海边 但这是神的带领 是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这进退不得的地方 是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这进退不得的地方 我要使到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神要以色列人在绝望中依靠他 神要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在大海开道路 他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在沙漠开江河 神的能力不受环境的限制 神能够做人所以为不能做的事 神的能力超过人所能想象的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必须学习神的带领 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很大的艰难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一直都寻求神 我小心地紧紧地跟随他 我今天为什么会走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方 群山将我包围 大海将我拦住 敌人嘲笑我 追赶我 我的心消化了 我活命的指望消失了 愿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学一个功课 你的道路出于神的带领 你将在此更深认识神 你跟神的关系将被带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你将要经历神重要能力的展显 现在我们学第三个功课 我们要学习摩西在危机中的态度 以色列人在危机中就说 敌人这么强盛 我们怎能够跟他们打呢 他们的心充满惧怕 他们的肚子里面充满埋怨 他们忘记了神的应许 他们忘记了神的能力 但是摩西不一样 摩西对神充满信心 因着他的信心就能够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的 他能够说别人不能够说的话 我们再看十三十四节宝贵的话语 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增长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摩西讲的这番话是惊天动地的话 我们从七个方面思想它 第一不要惧怕 人遇到危险就会惧怕 但摩西说不要惧怕 惧怕跟信心互相排斥 惧怕夺去我们的信心 但是信心帮助我们战胜惧怕 第二只管站住 人惧怕的时候就要逃跑 但是摩西说不要跑跑 站住站在这里 要知道是耶和华神把我们带到这地方的 我们正在神的旨意当中 逃离困难 反倒使我们离开神的旨意 第三要知道耶和华是施行救恩的神 神过去拯救我们 今天也必定拯救我们 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事情拯救 我们却只要仰望神 第四 抽敌的临近 有神的许可 抽敌在我们的周围 不等于 祂能够伤害我们 抽敌的临近 只是教我们更加紧醒 依靠神 第五 耶和华必为我们增长 虽然我们微小 但神不会让我们被仇敌消灭 神不会忘记我们 祂必因自己的名缘故 起来为我们增长 第六 在危机中要安静 少讲话 要知道 埋怨的话 批评的话 不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兵器 第七 要向神祷告 在祷告中 听见神的声音 在祷告中 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了神的旨意 就晓得如何走前面的路 弟兄姐妹 摩西的这段话 是智慧的话 是信心的话 是神喜悦的话 我们要记住这段话 如果你正遇到困难 不晓得如何应付 请你照今天的经文去做 就够了 当年拯救尼斯列的神 也必拯救你 我们的神从来不偏袋人 祂古之行的神迹 也必行在你的生命里面 现在我们学第四个功课 要向摩西 把与神之间的关系 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摩西的信心 跟百姓的信心 不一样 从表面上看 摩西跟以色列人 敬拜同一位神 摩西跟百姓 都是神的选民 摩西跟百姓 都看到神大人的作为彰显 但是百姓在坚然的面前 就沮丧埋怨 摩西对神却大有信心 百姓在坚然中乱讲话 摩西却讲智慧的话 你问摩西为什么跟百姓不一样 答案是 摩西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 个人的关系 今天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人 环境好的时候就恍惚高兴 环境不好就埋怨 神答应祷告我们欢欣舞蹈 还没有答应就灰心 为什么 我们没有把信仰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 有时神许可试炼领到我们 不是要毁坏我们 神许可试炼领到我们 乃是要我们看到自己的转座 信心的转座 在没有发生地震之前 你看到每一个建筑物都美丽都可观 但是地一震动的时候 坚固的建筑物跟不坚固的建筑物就显明出来 基督徒也一样 在哼通稳妥顺利的日子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不错的基督徒 但是艰难 试炼 领导 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缺陷 自己的破口 请弟兄姐妹要多来读圣经 不要把你的信仰建立在环境跟条件上 不要把信仰建立在我的感觉 我的看见上 我们要把信仰建立在神的本身和神不动摇的话语上 要知道当一切都被夺走的时候 神还是你的依靠 第五个功课 也是最后的一个功课 要知道神在不同的时间就施行不同的拯救 在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整个过程中 你看到神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他们 神首先预备一个敬畏神的妇女 第二 神预备兴起一个他可以使用的仆人 神借着这个仆人去战胜埃及黑暗的权势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 神借着羔羊的血 因为这羔羊的血就以色列的斩子脱离灭命天使的手 到红海边的时候 神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拯救以色列人 使到那在以色列前头的石子转到他们的后头 神的石子转到以色列营地的后面的时候 云柱就跟着转到后头 接着神自己行神迹 将红海分开 过了红海 神继续地拯救以色列人 神帮助以色列人战胜众仇敌 最后 神的信使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 神拯救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 也是用不同的方法 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神预先知道我们 神预定我们 神拣选我们 到了时候就呼召我们 就称我们为义 就使我们成圣 有一天神要使我们得中药 在整个救恩的过程中 神兴起不同的环境 神使用不同的人物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之中祂要在我们身上呈全祂救恩的目的 叫祂重要的恩典得着称赞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这终结束今天 这个终于今天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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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 愿主牵着您的手 每天与您同行 愿祂安慰您 鼓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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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您的需要 指明每一天当走的路 保守您 保守您行在其中 天气在转变 愿主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平安 使得您在主里面非常地强壮 能够为主而活 做神所要您做的事 并且有健康的时候 要存感恩的心 主与您同在 保护您 直到我们再欢聚在祂面前的时候 当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 归于我们的天父 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我们的圣灵 三位一体的真实 当愿在地上平安 归于在座的每一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各位朋友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